你後來越來越把多一點時間放在賽車這個事情上面 就是是你本來就想要做的 對 還是說因為當明星覺得有點 不太像你最想做的事情 也不是 其實我從小就非常喜歡有關於車子的 火柴的小汽車 遙控車 模型車 腳踏車 只要有關於輪子的直拍輪 摩托車 汽車 那從小願望就是當一個賽車手 那直到有一 差不多98年99年的時候就下場去比賽 那第一次跑我就跑到了第三名 然後覺得 我好像還蠻有這個天分 跟這個能力跟實力 那為什麼不去好好的去 嘗試走這條路看看 那我就決心去走這條路 這一次初心專輯的時候那個記者有報導說 那個 因為蕭翔有去幫你站台嘛 可是林欣如也送花蘭 所以花蘭是那個林志玲跟你要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心甘情願送出去的 真的嗎 心甘情願吃的 你怎麼知道他要發片了嗎 不好上的燈那麼大 不好上每天都燈很多事情 我也不會每一個人都送花蘭去啊 沒有啦 我有剛剛打電話 他的經紀人這樣子 OK 然後下面寫什麼 我就寫 就是祝你什麼 誒 寫什麼 一飛沖天嘛 專輯大漫一飛沖天 對 你不是記性不好嗎 我心甘情願 因為他還光明了祝好朋友 對 親愛了 每個人都跑來問 對 那你當時又想把那盆花藏起來嗎 沒關係吧 對啊 好朋友的祝福沒關係 我跟你講 林志玺今天來這邊碰到你比較大方一點 因為要不然他以前那邊 他很丁對不對 對 就跟我們講官方說法 我覺得有時候我看到報道也是 就還蠻官方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就你比較面對這件事 他都不能面對 會他 為什麼 你叫我不要到哪裡去啊 沒有我覺得 因為女生都比你大方耶 大方啊 不是我說我不大方 我是覺得 可能我比較注重自己的隱私 自己的生活的這一面 我比較不喜歡拿出來 他現在比較 上面有這麼多的偶像的包袱在吧 是 以前可能還年輕 現在已經長大了 對 對啊 我覺得啦 對啊 我不知道 因為你心目中長大 一直他幾歲啊 什麼這些事情啊 就 我覺得他真的有變比較成熟嗎 一些些吧 因為他 我覺得他還是很有赤子之心 就講到他的車子啊 他的 什麼夢想啊 有的沒的 我覺得還是像小孩子一樣 愛玩 也不是說愛玩 我覺得就是 很有童真吧 你爸爸 不同意你賽車 他其實 到現在其實還是滿反對的啦 但是他也 還是危險啊 他是覺得危險 但是他現在也慢慢了解到 其實 像我賽車的話 他會認為說 其實我也了解了 只要你不 超過你自己的一個 駕駛的能力範圍之外 都是非常安全的 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麼 非常重要 所以 從小他就是 給我們的教育就是 你去做沒關係 如果什麼偏差 他再來糾正我們 所以他也會看 他這些年來慢慢的看 好像 事實上 這也是我的興趣 也是我的專長 為什麼不讓我去 好好的去試試看 那沒想到 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成績 有自己的車隊 而且車隊 在前上個月也得冠軍 然後 至少 對他來講 他算是個生意人嘛 那他會覺得 以前我在玩賽車 是自己付出 到現在是 很多的收入進來 所以他會覺得其實 好像還不錯 我們有林靜穎 比較早的時候發專輯的 音樂錄影帶 請大家一起觀賞 故事每個面具 都有沒辦法回應 是你說我要我陪你當地 真正 小家 當他夢點擦 我有我的真心 收盡所有快樂 年輕的氣象首歌 有夢就情追逐 有愛就有歡樂 為你永遠不推測 為什麼 說說你都是我 到底我是做錯了什麼 我的真心感到說 你不懂 我想要去走走 去海邊吹吹風 這感覺彷彿有回到相愛的時候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兩千年 對 最後一個是兩千年 六年前 所以這次發生什麼事情了 就決定要再出 六年當中有一支想出嗎 其實這六年當中 也有想出一些專輯 只是一直在拍電視劇 那 因為電視劇一拍 你知道就是 很長時間 幾個月半年 那變得就是說 同時製作專輯 我都覺得會總是 會留下一點點遺憾 所以為了製作這一張 我去年就 推了快二十部戲吧 然後就完全投入在 這樣專輯唱片 因為 很多歌迷一直在說 菲尼的經紀人說 心如刀割 就是他少賺到二十部戲 對 經濟費用對不對 真的 然後 還是說 因為這個成語裡面 有林心如的名字 林志穎與林心如為何分手呢 廣告後為你獨家公開 對 確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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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決一個人坐這邊會不會無聊 不會不會不會 要不要我陪你坐 我陪你坐 對我是這樣長 我是這樣長 那個 林心如 那林志穎送你新專輯 在家裡會放來聽嗎 我放車上聽 好嗎 我放車上聽 還蠻乖的 那 紅場啊 以前呢 以前在家裡會有放他的專輯來聽嗎 沒有 沒有啊 從來沒有過 沒有 沒有 你沒有送過你的唱片 以前沒有啊 真的嗎 我記得沒有 一張都沒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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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像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出那麼多張應該 對啊 沒有啊 然後你也不自己花錢去買 什麼東西啊 我沒有買過 那所以你根本沒有 你根本不會就可以聽 後來我都在當兵啊 你當多久 兩年啊 兩年啊 所以林心如根本不會去KTV點 林志穎的歌來唱 就像有 不會去點小火隊的歌是一樣的道理 嗯 什麼時候 就 就我們啊 哦 差點 就不會去點 就已經長大了 對 謝謝 是嗎 好緊張 可是我現在只要大家去聚會幹什麼 大家就說 你不是林志穎同學 趕快點不是每個練習都沒有 回去跳給我們看 嗯 所以我還是會被大家要求啊 可是他 林心如可能 順便沒有 敢惹他的人吧 也對 那林志穎會看林心如演的戲嗎 會啊 真的假的 你覺得他演 你覺得他怎麼樣 在這幾年來有沒有成長跟進來 有啊 從還珠啦 之後的 這些都不錯啊 真的啊 你有注意到 有啊 他這個電視常常在播啊 要過去轉到他的時候 都會看一下 不會立刻轉台嗎 就不會立刻轉台 應該 沒必要立刻轉台吧 OK 對啊 看旁邊有沒有人在轉 那 那看到畫面上有林心如的時候 臉上會不由自主的浮現微笑嗎 後面就很正常的 看 最近還不錯 我覺得如果說今天抽開 兩個都是藝人的身分 你看到一個這樣的女孩子 你覺得他最吸引你的部分是哪裡 男性 嗯 男性 你看到他就知道他個性不錯 哇 看起來 張照直 我這槍開得不錯嗎 這槍開得非常好 可是問題就是跟我的資料有點差距 因為長到個性這兩個字 我不得不播一段影片可以看 不要緊張只有30秒 一下就過去了 然後一下就過去了 醬了很汗 所以妳跟林教練是唯一一段承認的關係嗎 沒有承認 當時怎麼會在一起 拍戲認識的 然後她追求妳 不要哭了啦 都過去了 沒有很精彩 你還在 撈起來 而且當時在拍還珠耶 後來我跑去拍還珠啦 所以你們兩個分開是因為還珠嗎 距離吧 沒有啦 個性 好啦 關鍵字 個性 個性 妳要哭 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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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